我们今天做的一个杏仁合图饼 或者是脆饼 我们就预备了一个鸡蛋 有20克的菜籽油 又有牛油和白糖黄糖 当然我们也有烤炉 烤炉是用来烤杏仁合图饼 有180克的面粉 把糖40克和黄糖10克 牛油40克 我们把它插均匀 用渣的方式把牛油和面粉和合 这个菜籽油是20克 可以的也是加上去的 所有都放进去 把它们全部都拌匀 让面粉能吸收到油 所以我们做的饼是很脆的 就是鸡蛋一只 可能是稍大一点也没问题的 我们这个是不同普通的做包的面粉 我们不需要去拌匀 我们只捏匀一够就可以了 它做起来就会很脆的了 就这样握它 原本是很松散的 我们握成它一够 这样 我们就能够做到饼是很松脆的了 所以我们就能够做到饼是很松脆的 我们就能够做到饼是很松脆的 我们就能够做到饼是很松脆的 我们要分成它 大约是380克 我们就分为10个 大约是36至38克 我们 council分每个 эконом和八个相CD 成为每一个都是这么大 再说说我的份量好不好 麵粉180克, 菜籽油20克, 乳牛油40克, 白糖40克, 黄糖10克, 鸡蛋1隻, 杏仁碎20克, 合桃10粒 10粒, 因爲10個, 所以有10粒 我們將每一個都搓圓, 好像球一樣 搓圓10個後, 預備了一個盆, 是燒的, 亦有燒紙 我們將每一個按扁, 按扁, 按扁, 按扁之中, 我們的手指 稍為大一點的手指, 刺它一個洞 刺它一個洞, 讓它放在合桃 這樣就會很漂亮, 合桃會放得很穩陣 就會燒完, 也不會掉出來 試試看, 挺好 好了, 就這樣, 放一起弄它, 按下去 好了, 我們繼續這樣弄完我們的 按扁它, 倒個洞 放一個合桃 是否呢, 就這樣 我們焗起來就會很脆 就是這樣, 挺漂亮 我們前面因為大火一點, 我們放四粒 其餘的我們只是放三粒, 加上就會有十粒 好了, 我們希望顏色會漂亮一點 我們要塗一些, 或是深一點 或是深一點, 顏色一點 食相就漂亮一點, 我們就要塗一些 蛋黃 我們做起來就會很漂亮, 金黃色 會不會覺得這樣塗 還有呢, 塗了的雞蛋黃下去之後 那個合桃就更會黏得緊一點 一定就不會掉出來 因為它有些蛋黃張住了 還有呢, 非常漂亮 好了, 我們的焗爐是未有預熱的 因為我們是不可以預熱的 因為我盆拿了出來 所以呢, 我們現在放進去 頭五分鐘是200度火 後面的20分鐘是175號火 是上下火 好, 這樣呢 25分鐘後, 全部都完成了 好了, 現在已經完成了 拿出來看看 非常漂亮 你看看 你看看, 哇, 很漂亮 金黃色的 一定很脆 你看看, 哇, 辣手的 快點放下 多漂亮 真的不錯 有人想吃久一點 或者可以放到一天 我們根本就不需要用刀去切 我們一撕就撕開了 因為它非常脆 和非常好吃 有甜度也不會太甜 真好吃 真美味的 你看看, 哇, 真好 拿多個來看看 真不錯 看看多好 多謝你收看 下次見 看, 真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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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